近日,《那年花开》叶正元正在热播中,该剧是根据真人史实改编而来,展现了一段情商传奇的历史。 这部没有大IP背景的电视剧依旧很受欢迎,这次娘娘孙力不但摆脱了宫廷束缚,野生野长,还将一路逆袭,发家致富撩帅哥,孙力饰演的是亲末女首富周莹。 周莹一开始只是一个平凡天真又坦率的江湖女子,不料却被养父周老四稀里糊涂地迈入沈家围炉。 沈家二少爷沈馨仪与周莹不打不相识,出店之时就成了一对欢喜冤家。 就在沈馨仪想要收周莹为通房丫头之际,周莹却逃出生天,巧遇吴家少爷吴聘,从而来到吴家做丫鬟, 用阴差阳错地与吴聘成婚,成了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 周莹与吴聘的相识并不存在英雄旧美的传说,第一次见面,她就骗了吴聘无两银子。 而见过世面的大少爷吴聘,也并没有对周莹一见钟情,只把她当作普通的落货女子一般绵敏。 在感情线上,周莹绝对胜过很多大女主,四十至终,她的丈夫只有吴聘一人,十八岁守寡守真,直到四十二岁去世。 讲道理,她绝对有资格获得一块贞结牌放。 历史上的周家和吴家本就是世交,周莹年幼的时候就被指婚给了吴聘,不过吴聘身体一直都不好。 两人婚后还生过一个女儿,不过不到一岁就夭折了。 周莹还过继了中院两岁的侄儿吴玉成做儿子,改名叫怀仙。 可是吴聘还是在婚后第三年,因病重离世了。 从此,这个天资过人,对生意一点就透,触类旁通的经商奇才,便开始了自己在商海的叱咤之旅。 其间,又与沈欣怡在商场之上展开了许多斗智斗勇的竞争,沈欣怡也才渐渐明白自己的真正心意。 至于周莹和沈欣怡的结局,那当然是虐恋情深。 虽然沈欣怡一心一意爱着周莹,但是真爱却往往不能在一起。 在动荡时局的冲刷下,两人在一起就更难了。 对于喜欢看虐心和苦行事的观众,这部剧不容错过。